各位,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 今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著名歌影天后,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由梅艳芳的一帮歌迷方心会筹画,著名雕塑家曹崇恩雕塑的高达两米的铜像,香港女儿梅艳芳,于2014年7月18日, 即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的纪念日,树立在香港星光大道上,底座黑友刘德华提寻的香港女儿梅艳芳几字。 这是继李小龙同像后,香港星光大道树立的第二座人物同像。 2014年7月,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最后的曼珠沙华,梅艳芳的演艺人生一书, 访问了他生前合作过的导演、音乐人、艺人,包括关锦鹏、许安华、许冠文、黎小田、伦永亮和许智安等。 同年九月,此书的简体字版在中国大陆出版。 2014年10月10日,梅艳芳51岁名单,索尼音乐怀念巨星, 特别推出《未曝光的珍贵》现场演出DVD, 1997方中诈现台北演唱实录, 并趁机为其名字证明, 将台湾惯用的艳字,改为艳字。 2016年,香港歌手林子祥, 在佐治地球四零年演唱会中, 走到观众直唱《最爱是谁时》, 不禁留下男儿女, 一边唱一边哭, 再次触动到怀念故人的情绪, 早前曾在访问中提到献唱《最爱是谁时》, 总会想起为好友梅艳芳, 担任其生前最后一次演唱会嘉宾的画面。 2017年,有专栏回顾梅艳芳事业颠峰期的, 百变梅艳芳在展光华8788演唱会之中不同的造型, 并邀请到当年为梅艳芳设计服装的刘培基先生, 亲述当年每套时尚的歌衫背后的复杂故事。 2017年,梅艳芳国际歌迷会, 火拍地区组织城西关注组及环环好日志, 于山道举行烟枝扣电影放映会, 重回山道现场, 怀面余花及十二笑, 有超过三百百名歌影迷出席, 坐满整条山道, 久未在港出席公开活动的导演关键鹏, 亦亲临现场, 分享当年的拍摄点滴。 2017年5月, 中国大陆作家暗地摇摇, 本名张艳艳, 出版者世间始终你好, 梅艳芳传一书, 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香港繁体字版, 由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在2020年2月引进出版。 2018年7月11日,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小行星中心出版的小行星通告, 新增了45伙中文小行星, 其中一伙命名为梅艳芳小行星, 编号55384摩阉峰, 临时编号2001SQ267, 此火小行星是由香港业余天文学家, 杨光宇在2001年9月25日发言。 2018年11月, 香港导演高志心应梅艳芳歌迷组织方心会邀请, 执道梅艳芳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电影《十方》, 行此片于第十四届中美电影节, Chinese American Film Festival, 中获班法年度最佳导演奖薯荣, 高志心亲往领长表示, 仅以此奖项献给梅艳芳。 2021年, 制作人江志强宣布, 将拍摄一部传奇片梅艳芳, 来纪念以顾巨星梅艳芳。 江志强表示, 梅艳芳当年找他, 希望能为他拍一部全世的电影, 他找导演将艺谋特地在十面埋伏中为他设计了一个角色, 可惜最后因为他的离去, 无法实现他的违缘。 开拍电影梅艳芳, 就是填补最后合作不成的遗憾, 2021年11月6日, 无线电视翡翠台, 推出由陈华线主持纪念特輯, 情怀未变梅艳芳, 节目收视率达18.1。 好,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拜拜。